走進台南玉井市場 一陣濃郁芒果香 但果農卻開心不起來 因為產量剩三成 甚至傳出外銷到澳門 竟然被驗出新冠陽性病毒 哪有可能有驗出來 芒果會丟陽性 對啊 我覺得那是不可能 那是太過誇張了 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農民很可憐 大家每個人作業都沒有確診 根據了解 這批出口到澳門的芒果 20箱總共100公斤 驗出陽性病毒 全數被銷毀 農委會表示尚未接獲通知 房檢局則說目前沒有研究 新冠病毒會有水果傳染給人 陳時中部長自己也親自 參加公開這樣的記者會 所驗證出來的COVID-19病毒 都是陰性的 目前全世界的文獻上面 都沒有任何的科學數據 證明有這件事情發生 是比殷石砸到的機率 還要低很多 專家懷疑可能是當地 檢疫人員打噴嚏 在芒果皮上造成 該擔心的是檢疫流程 採集數據以及飢核人員 而且以外銷來說 病毒真的來自台灣 根本難以存活 病毒停留在蔬菜水果上面的時間 大概就是七十二小時三天 所以如果說真的是從台灣來的話 那這個運送的時間肯定不合理 芒果拼出口卻被驗出確診 上百公斤全數銷毀 只剩外銷從石斑魚到芒果接連出包 嚴重打擊濃郁明星星 記得雪芙天 宋美城 王霜 SF家族 台南高雄報導 我們看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